復活節長假期 政府呼籲盡量留在家 但仍然有很多人外出 希望鬆一鬆 甚至無事限聚令 有人就留在家做糕點麵包 麵粉等材料非常搶手 張善欣報導 一連四日復活節長假開始 中環港外線碼頭逼滿人 很多人帶齊裝備 準備去煤窩行山 望下山 望下海 就當去了旅行 行山也是一個不錯的活動 香港這麼漂亮 這麼多地方風景這麼漂亮 乘機約幾個朋友去行山 是不錯的 因為這件事 所以大家很多生活習慣都改變了 本來復活節很多人都會出去旅遊 去其他地方 現在香港人都會在家 或者去一些僅餘的地方 可以出去輕鬆一下 兩個家庭約出來 都要站開一點保持距離 三五之幾 一家大小閉關多時 想暫時脫下口罩 有人就來到公園 跑步 野餐 希望鬆一鬆 不少人都沒有戴口罩 他們一家幾口 連攝影師 一共五個人來拍家庭照 他們亦都多過四個人 違反了限聚令 政府說在復活節長假期 市民應該儘量留在家裡 避免去到人多的地方 不過出來見到人多 有市民就自備帳幕 希望可以隔一隔 盡量減少和其他人接觸 留在家裡要找些細藝 趁復活節做蛋糕就認一下節 媽媽不是經常用的 是你現在 這個多少錢 空培店的麵粉缺貨 職員頻頻補貨 麵粉 酵母都多了人 酵母可能是要來做麵包 可能是多了人想在家裡 或者做麵包當作一餐 這一兩個星期開始 很多人問 麵粉就在三四個禮拜前開始 到現在 超市裡面擺放麵粉的貨架 亦都近乎被清空 NOW TV記者張善恩報導